西串乘入的A股的交股价现在定在递过这个4块人民币这个水平了 我觉得对H股的投资家来讲都是比较希望一点点吧 因为之前香港的投资者预期他们的A股的定价应该是达到这个4块钱这个水平的 所以对这个公司H股最近的几天的股价了都有一丁的固压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A股的定价目前定在大概是3块2毛钱到3块5毛钱这个水平的话 对H股的利好的影响应该没有之前预期当中那么好的 所以投资者在这方面要小心一点 所以来说就是大家可以憧憬就是他的A股上板之后 可能有50%到80%的增长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短炒这个消息比较风险比较大一点 所以了我会建议投资者了 假如说是朝他的A股回归这个概念的话了 可以等他的A股上板之前的一两天才去考虑 好 好 谢谢观看